不过有关双子星币案 今天疑似有惊爆的消息了 多天检调再度发动了搜索 不过今天周刊却惊爆 有三名的明星议员 包括了庄瑞雄 李静元 还有秦立芳 疑似在案子里头有拿到好处吗 又这个报导指出呢 三个人都以非常低的价格 都买了这一间木栅的千万豪宅 不过三个人呢 不是没有财产申报 不然就是买的房价 跟市价可以说是差了好一大截 那刚好这一间豪宅的建设公司 副董事长黄成国 又涉及了太极双星的案子 现在被质疑 难道是用豪宅来行贿吗 不过今天三个被点名的议员 完全出面否认 他们有收到好处 小桥流水环境很清幽 台北市文山区这栋 赵雄建设盖的豪宅 被周刊以斗大标题爆料 检调查双子星案发现 也是幕后金主之一的建商 疑似用便宜的房价 卖给了三位议员 其中李庆元买的一楼 评数最大 而秦立坊住在八楼 庄瑞熊买了三楼 周刊说都是2012年10月过户的 检调怀疑跟双子星案行贿议员 难道有关系 他周刊就叫做什么 看一个娘 生一个娘 封面会杀人 标题会杀人 为什么叫买物会收摊 又不是偷 又不是抢 我的前妻在99年1月 29号去签约 三年多以前 这是会款单 全部都在这里 三年多以前的案子 哪来的太极双星 所以在很明显张冠礼拜 买房子的时间点跟太极双星案爆发 根本都不拢 庄瑞熊拿出单据证明一一急破周刊不实报道 被点名财产申报房价落差好几百万的国民党议员 也接二连三 火速澄清 这栋房子我签约的时间是99年的1月5号 以三四年前的市价34万来买这栋房子 跟今天的40万 如果今天可以卖40万的话 我不认为我获得太多的暴力 请问98年 没有所谓的城空道 也有没有所谓的太极双星公司 请问我在98年买的时候 要去双子星案挂什么沟 设什么摊 周刊指引议员涉入双子星案 但以一栋房屋98年预售的情况 踢爆建商从中牵线行贿 证据力太薄弱 反而被议员们倒打一巴掌 三天新闻杨上千百数化台北采访报道